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于路滕城的澳门普京人终于都开了 在7月17日开始局部开放三个游玩项目 包括了室内跳伸 澳门飞锁 和普京人夜市 现时去澳门普京人最佳的方法当然是开车 那没有车的朋友又怎样呢? 官方建议最佳的办法 是搭轻轨桿仔线去东亚运站下车 选择B出口落地 或者搭巴士50号或MT4 同样在东亚运保龄球场下车 沿着保龄球场和澳门弹中间的流冰路一直走就到了 走大约2-3分钟 你就慢慢会见到澳门皇宫和澳门普京人的建筑物 而驾车的朋友也需要驾到在这个位置 你才会见到访客停车场 停车场入口主要就位于普京人酒店里面 你再走前一点就会见到入口 Go Air Bonnie 是澳门首个室内跳伸的设施 采用独一模仪的先进技术 建造了亚太地区首个直径超过4米 高度达到15米的无框风洞 利用可以调节的风速 可以模仪到大家坐飞机在空中跳伸的刺激快感 任何人只要你年满4岁 就可以试玩这个飞行项目 无论你是飞行伸手 或者是达人级数的跳伸运动员 都无认欢迎的 整个过程都会有经验丰富的 专业教练陪同你 所以你不用担心 非常安全的 在玩之前 当然是要看一下注意事项 和学习一下如何在这个风洞里面飞行 事不宜迟 我们先看一位主页教练为我们示范 看完教练的示范 就到我们这么多位去下场了 113号选手的姿势不错 117号选手更加不错 教练放手任他飞 这位112号选手更加可以看着我们比耶 完全想不到大家都是第一次玩的 不如我们再看看刚才帮大家的神级教练 他的飞行技术有多高 除了征占的技术之外 他还表现飞回入门口 简直看到我们目定口呆 现在除了室内跳伞之外 还有澳门飞锁这个项目 而这里的澳门飞锁 更加是亚太区首个 在城市进行高空滑锁的项目 全场有388米 是全世界第三场的城市滑锁 兼且会在流高60米的起飞塔 直飞过对面的建筑物道 在飞之前 当然就要听下这个讲解 和教练的教导 一切准备就绪 就可以搭电梯上到起飞塔 在高塔上面 就可以保揽整个澳门普京人的景色 也可以远望到澳门丹 和九澳隧道 看上去就好像不是很快 但其实时速都有55公里每小时 现在 7月17日除了有这两个玩乐设施之外 还有葡京人夜市也同时开放 夜市的位置其实就在澳门飞锁的门口 或者澳门皇宫的后面 有东西吃 有东西玩 有表演看 亦都有歌听 夜市有室外和室内两个部分 基本上都会是旁晚就已经开始营业 一直营业到深夜 不同的玩乐项目 不同的设施 甚至乎夜市 都会有不同的价钱 大家去之前 就记住上网做一下功课 看一下有没有特价 有没有一些优惠 就可以玩得安心 又玩得开心 我们环球旅人也准备了一个懒人图文包 大家可以click下下面资讯栏的link 就可以进去看到详细的攻略 连特别优惠都会告诉大家 大家快点看